大家好,歡迎來到新一集的《相聚一刻》 今天我的被訪嘉賓是我的好朋友Sami Lee Hi,大家好,我是Sami 和CV的 Hello,大家好 這個組合比較特別 為何會有這樣的組合 因為我們今天要講另一類的題目 就是時間先治療 Timeline Therapy 最近Sami老師熱愛了這個工作 將這個工具加進他的治療 做完之後發現很多個案可以談談 CV本身是催眠專家 做了很久 做了五年 五年 都是很有經驗 我們今天就講一下 這個Timeline Therapy 就是這個時間線治療 到底可以幫到我幫到你做什麼呢 有什麼案例呢 原理又是怎樣呢 首先講我案例 試完找Sami做了一個session 然後發現我們去了一個我未去過的地方 其實這個地方 我們去了一個場景 是我做了30年的身心靈各樣的體驗之後 發現原來那個場景是未去過的 就是我小時候曾經住在東京街30號4樓的單位 那個地方已經拆了 所以你去看也沒什麼所謂 東京街30號4樓 然後我就發現為何經常發夢會去這個地方呢 在我做這個時間線治療的時候 發現原來我當年 我記得好像幼稚園下面B 在我開始住的 就住到小學三年級 然後那段日子 我覺得很辛苦 很寄人離開 因為我們就住一個劏房而已 一張床一個衣櫃 一個小小的地下 就和我妹妹一起玩 然後當時包租工 就非常的 全家屋的人都害怕她 包括她的四個子女 她的老婆 她的工人 我們兩姐妹 我爸媽都經常上班 都不在 然後就全 連兩家人都很害怕她 她就經常躲在房裡 七十多歲 現在肯定就走了 如果不是的話 她應該有八三歲 然後因為她小時候 就很頑皮 被打過 被打過 然後就很多的負面回憶 然後我想是那個年代 是我產生的念頭就是 我要富甲一方 我要出人頭地 我要有一天有錢 其實我就以為 我住在葵興 在宮廣村那段日子產生的 其實不是 原來是在這個 東京街的這段日子產生的 因為每一次看到包租工 長期都是很害怕的 嗯 其實她好像 是否有個 term 叫這個 什麼 figure power figure 類似 我以為 我的power figure 是我媽媽 或者老師 實際不是 在這個包租工 如果在這裡的話 130歲的包租工 哈哈 然後呢 Sami問了我有趣的問題 就是 逢身做完這些 session healing session 都會有什麼問題 究竟在那個場景 或者回來看到這個畫面 你要學習什麼呢 為了不要再住 所以我無論如何 怎樣都好 我是不喜歡有flat 我不喜歡跟別人住 因為跟別人住的話 要不就是我變了包租工 要不就是我有包租工 是不是 就會令我想起 寄人離下的這個圈 對 然後那段日子呢 我就記起就是 現在摸回頭 就是 被訓練成為一個 很獨立 會自己照顧自己 還有日後的我 就會變成自己做功課 因為我要煮飯的嘛 要照顧妹妹 要自己做功課 理好全屋家務 變成一個很厲害的小孩 簡單來說 嗯 這樣 所以都是有傻的 其實所以如果 有時候在Session裡面 我們有些事情 未必立即去找到答案 或者有些事情打開了 去看的時候 今天我突然間 你這樣說我就想 咦 這個包租工 可以再賦予他一個力量 就是其實感恩他 如果不是他 在你身邊的出現 可能你就不會變成 今天那麼強大 是他逼你的嘛 如果他沒辦法逼你 你不會這樣想 如果他很疼你 或者很照顧你 那你就不會這樣想 明白的 但是未做到 可能這個下一步 這樣可以這樣 對 一個很衰的包租工 有時候我覺得身心靈界 很有趣的 就是把一些很衰的人 都可以包裝到他很好 我從來沒有要包裝到他很好 不過幸好他衰 如果他不衰 我不會理會 就是包裝這個 他根本就是一個很衰 我們沒有了一個部分 就是我們能夠討他 可以 因為我們沒有能夠討 就是對我們不好的人 所以少了這個部分 比如你剛才這樣說 我明白的 我自己身心靈界了二三十年 都明白 要感恩他的 所有的仇人 冤家 所有的對我們不好的人 是要感恩他的 但我想要經理人的就是 就是討厭他才說 哈哈 那個臭佬 蓋了我兩巴掌 有此理 然後才是 其實如果沒有他那兩巴掌 或者是有些人 譬如我有個好朋友 他就是 家裏從小到大有錢 有工人 他們另外一個故事 是 那個戰鬥力是低很多的 這樣 明白 好 CV呢 有沒有一些個案 或者不如你講一下 這個 這個 這個時間線治療 這個東西是什麼 時間線治療 其實就是找回我們曾經的記憶 或者是前世記憶 或者我們的將來 嗯 那麼我們呢 就是抽回它裡面 我們有些 譬如我們有些線索 在我們的潛意識裡面 就找到一個寶藏 我們為什麼講潛意識的寶藏呢 簡單的說就是 在我的角度來講 潛意識就好像是我們的硬碟那樣 我們無端無故 我們不會在硬碟那裡拿料的 但是當我們某一些事的時候 在我們的意識上 把我們的潛意識引起了 我們那個潛意識 突然間就有很多資源出來 那裡面的資源呢 不是每次都適合我們用的 嗯 那麼有些可能就是說 譬如 好像你剛才說 你曾經被那個PK 蓋了兩巴 那 那你就可能就是 你很容易引發到你的情緒 最主要我們是處於 在我的角度 我最主要是處於 我們的心 心的想法 以及我們的情緒 嗯 那麼 那個timeline那裡就是 我們就好像Samuel剛才說 在那件事 我們可以給我們 一個正面的意義 其實就是 在我們的潛意識 我們的資源裡面 就 我們去 叫做 rewrite 我們那個 那個 那個記憶 嗯 將它可以改寫 直入 直入那個意識 將它一個沒有意義 一個負面的意義 變回正面意義 那麼我們timeline 就是在不同的時間 去找不同的線索 而做回一個正面的效果 那麼到底這個時間先治療 有先 那些 前世治療 前世催眠有先 還是 催 到底它是哪些先 催眠先 還是哪些先 我不知道 因為催眠已經有了幾千年 我不知道他們做哪些先 那應該是催眠最早 催眠先 因為催眠是早期 以前是做手術之前 沒有麻醉 都是用催眠先 其實是在中國 還有其他地方 他們宗教裏面 是很多類似這樣的儀式 就是做催眠的東西 好像在希臘 二千多年前 已經說了 有些叫做催眠的地方 那些叫廟 是專做催眠的 廟是做催眠的 是啊 他們說催眠這個字 其實是在希臘的畫 叫做催眠 那就是在你半夢半生的時候 和他去改造你的潛意識 嗯 OK 你自己作為一個催眠治療師 其實你怎麼用這件事 來幫到你自己呢 剛才我們在說 幫我自己 其實我自己知道自己很多問題 很多問題 我小時候 我跟SR上課堂的時候 說過 我是小時候被欺凌的 我小時候被欺凌 我中學的時候 我小學的時候 那時候是因為我是菇牙的 那我是給我家人 給我先生 給我的同學 給我的朋友 給我的親戚 總之個個都在笑我菇牙 那我菇牙那時候是很久之前 那時候的電影叫做007 鐵金剛 鐵金剛 一去到 總之我笑又死 不笑又死 那我拍照 其實我就很害怕 我就做了一些 掩住 古靈精怪的樣子 反正你告訴我 有得你告訴我 但我現在呢 就是 找回這個潛意識 就是其實我為什麼呢 我怕 怕被人說 所以我是很不喜歡拍照 還有很不喜歡拍攝的 但你其實 你菇牙是一年的事 以我記得 我菇了三年 我菇了三年 為何你菇那麼久 因為 因為我又夠菇牙 因為我夠菇 那時候我是痛得很厲害 以前的技術不好 很痛的 對 我菇牙應該來說 我不想說幾年前 很多很多年前的技術不好 小學那時候 小學那時候 因為菇牙通常是小學的 小學那時候 你把那些痕跡 因為他用橡筋 我是直接喝水 我現在 有時候我發夢 我早幾年 我發夢都會 喝水那種痛 我都回來的 喝水 在牙縫那裡流過 都會感覺到 很害怕 但有時候那些 鋼線斷了 整口爛 整口爛 即是刺到整口爛 我有時候發夢 我都會想到這些 哎呀好害怕 這幾年就好了 這幾年就好了 我覺得十幾年前 當我有緊張的時候 我就經常發夢 自己是 即是靜靈是 睡著睡著覺 覺得自己整口爛了 嗯 OK 那就是說 我起過潛飾那時候 我要做些事情 那你這個case 是一個實質的例子 真的菇過牙 三年的經驗 無論是肉體上的痛苦 或者被別人去bully 去欺負你 的那個 情感上的那個創傷 怎樣可以透過催眠去 改寫呢 我是透過自我催眠的 那這件事真的痛苦的 真的痛苦 無論被人笑啦 或者是你的肉體上 那怎樣做法呢 其實就是我們心心靈現在 在做的事情 我們怎樣把一件負面的事情 去轉做有意思 我就是覺得 我們心心靈界 就是在做這些事情 其實我覺得 是一個改寫 一個翻譯的問題來的 所有事情都是你 給回正面的意義去 就是變成你用得著 在你的身上 應付到 那你整件事就可以改寫的了 那你怎樣改寫這個痛苦啊 那我那時候 我好奇也純粹 是 我在想著就是呢 就是我認認真真地問自己 嗯 我是不是 其實是不得人愛的 我記得我上你課的時候 有一次我告訴我 我要別人愛我 不討厭我先 因為那時候我是 不討厭我 我去到 你不明白 有多難 其實他很可愛 是 你是不明白 那時候我們 小學六年班 直到中一的時候 去到我們被人打 打 打 因為你過癌 你樣子不打 哦 那 你不是小學家 是啊 都可以啊 那時候 不算了 哪家小學都是這樣 都是這樣 那時候的欺凌比較嚴重 嗯 那你說我怎樣去做呢 我是說 跟著我問回 我起我潛飾那裡 就找回 其實我是那段時間 我只不過是經歷過一個 一個場景的 是比我去更加認識我自己 在我裏面 我不是一個討厭的人 還有我可以 如果別人覺得我討厭 我可以問回我自己 我真的想一下 是不是那時候 因為我不停要保護自己呢 我把嘴巴其實 我就很快 我駁嘴很厲害的 哈哈哈哈哈哈 我駁嘴 我想呢 我突然一聲 你會生氣得很厲害 那時候就因為 我又想回 為什麼我經常要駁嘴呢 其中一件事就是 因為我被人欺凌 我要保護自己 我就要咬起一個說 那我跟著我兩樣 這樣駁回你 結果效果就更加差 那些人更加討厭你 更加討厭你 更加討厭我 然後呢 我就再找回自己裏面 裏面 就是透過自我催眠 剛才問了自己的很多問題 然後就是被人照鏡 說回我自己 因為其實很多時候都是不愛自己 透過照鏡 什麼叫照鏡 照鏡是一個真的照鏡 還是 兩樣都有 在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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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著自己 看著自己 看著自己的樣子 看著自己的樣子 然後再進去自己的那個 例如我進我鏡子那裡 我自問自答 很詭異 很詭異 看著自己的內心是怎樣 接著 可以是 改寫到 就是說 我其實不是一個討厭的人 還有 我討厭的東西 其實我自己知道 你一開始 那就 不要做這些混蛋 其實就是這樣 你改 你知道了一個問題 然後你願意去面對 然後願意去承擔 然後改一改 改就好了 所以那一次 你和我一起 我們吃飯的時候 你又說 CV你好像你經常不出聲 其實不是的 其實我反好很多 那你這樣說 我就很難想像 因為我見到你 也是不出聲 還有有一段時間 我們見到你 你也是很累 睡著了 那樣的 所以我就覺得 這個人很文靜 這個人很害羞 不多說話 原來是假象 其實我不是害羞 我是很容易面紅 對 因為你很容易面紅 所以我就會把 害羞 很容易面紅 很少說話 是 很寡言 這些全部勾在一起 原來不是的 有什麼相反的 是 因為知道自己 自己以前太多口 那 還有面紅的時候 我又 這件事就 慢慢再做 因為我覺得面紅沒什麼 那 影響到我平時的生活 我覺得 催眠最好的就是 如果我們在情緒行為 和我們的心態 影響到生活 我們才去搞 但如果無無無無無無無 那些 不關心 我想知道前世我做什麼 這樣 有 可以 前世OK的 知道你做什麼 沒有事沒有過 其實我現在 以前我也有這樣想法 就是說 我們做前世做什麼 但是前世其實都是我們的前意識的資源 這些很寶貴 你可能突然 啪了一件事 那件事真是關事 就好像你那個 三十號四樓 不知道 其實不知道 因為我媽 以前經常不在家 跟我爸兩個經常上班 由早上到晚九點幾 才見人的晚上 所以我媽很害怕 我們小時候 幼稚園 就要自己上學 自己放學 媽媽就怕我們不記得 指嘴邊 不然不記得是跟人說 所以媽媽經常要我們背 東京街 三十號四樓 再說一次 東京街 三十號四樓 以前很有趣 同一座樓 好笑 兩個單位 兩伙 沒有電梯 以前那個年代 這個是三十號 隔壁 可能是二十八號 所以就是 東京街 三十號四樓 萬一不見了 就叫人帶你回去 東京街 那個年代 現在連我們的觀眾都已經知道了 東京街 三十四樓 那你就很成功 剛才催眠了我們 催眠了你們 大家都知道我童年住在哪裡 幸好他要拆 好了我們又說說一些特別的個案 那Sammy呢 你自己呢 你學過的時候 你有沒有拆解到一些你自己的東西呢 其實你剛才一直說 現在身心靈界 大家都在搞那些東西 對的 我是很小時候 開始去一些領袖訓練班 就training 那一路呢 那一路呢 在腦裏面呢 就要知道 不可以 疾人 因為這樣是不對的 會恨真的 不可以 要感激那些對你不好的 很多這些東西 那頭腦呢 其實會知道 然後呢 就會逼自己做 當然 因為既然知道那些東西要對 我想 改善人際關係或者什麼 我就會逼自己去那個 大家認為好的位 那但是裡面其實不開心的 因為我裡面不是這樣的嘛 我裡面不是這樣想的嘛 那就逼 所以就會經常都 在一個很 很抽離 即其實自己都覺得自己很抽離 回到家呢 我是可以累到 不想說話啊 不想聊天啊 什麼都不想做 因為已經太用力了 在外面的時候 這裡在想的東西 跟裡面在想的東西不一樣 那然後通過呢 在一個時間線上呢 我發現了一樣東西 我以前很怕什麼呢 譬如 一些活動 如果你想你叫我做大頭那個呢 我就很不想不要啦 其實不是我做不到啊 我是很怕我一做那個位呢 我就會發瘋 因為我一見到一些東西 譬如 我見到 誰誰做的東西更慢了 我就會發瘋 搞錯了 我就來的了 就罵了 忍不住 那很討厭自己的那些狀態 所以就寧願 哎不要說不做 因為不想自己變成這樣嘛 那接著呢 通過時間線自來 我找回 為什麼我會這麼容易生氣呢 為什麼我會這麼容易扯火 我罵人發瘋呢 原來是在我出生的過程裡面呢 很好笑的 我是在出生的 我回到那個場景呢 什麼都看不到啦 很壓迫啦 然後頭很瘋 好像被人夾住那樣 那接著我幫我做這個的朋友呢 就跟我說 那你猜你在一個什麼狀態呀 因為之前我們會問的嘛 出生前中後嘛 我出生中 出生前中後 對 出生前出生之中 還是出生之後 我告訴你 是出生之中 那大家其實猜到 是在那個產度那裡 然後什麼感覺啊 很辛苦 很不舒服 那你做著什麼 在扯著 不過扯不到 所以很猛喔 原來我的很容易猛症啊 尤其是當那些事情不受控 我就發脾氣呢 是在那一刻 記錄了下來 以後呢 我就 凡是一些事件 只要不受我控制呢 不是在我 不是在我控制範圍裡面 或者不是按照我想去發生 我就發瘋了 然後我就發脾氣了 好了 然後這裡就來了 不發脾氣的 就是這樣 你想想 一個人多麼瘋 完全是矛盾到不堪 所以就很不喜歡自己 在這個狀態 就索性不做 不理 剛才你說 你說你是 起過產度的時候 就是出不來 對 然後到你一兩歲的時候 背帶那個 那個 那是你一個想法 都是類似的 是類似的 但我回去問我媽 我媽出生的時候是怎樣 她很順利 我媽出來了 我媽出來了 這麼神奇 就是一個很順利的生產過程 但在我的看法就是 因為不夠快 我要扔 扔不了 我的學習 當時好笑 我的學習就是 可以放手給別人幫 那是呀 出生應該不要搞什麼 要自己出生 就是這樣 很有趣 所以我覺得 當我找了這件事之後 一路下來 我就看到 我發脾氣 或者那種發瘋的感覺 是少了很多 嗯 好 那我們第一節的時間 眨眼 20分鐘 又飛快地過了 如果大家想聽多些 我們接下來會講 其他的timeline 就是這個時間線治療的個案 很多很興趣的 有些是 催眠催在前世 有些就是 很怕這個蟑螂 例如我這種 大家就快點加入 雙助一台 成為正式會員 成為正式會員 很多正事看 我們暫時說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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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為甚麼 還會 有些人 這麼想 這裡 君 也